好 现在呢 我们要给脸脸剪头发了 好 自己剪吧 你自己剪 因为我头发太长了 所以我想自己修啊头发啊 修了吗 首先把它分为两块 等会儿 好 我要跟我的绣发说白白了 但是我不会完全把它剪掉的 啊 这外面不敢 这怎么不敢的呀 配这个 配这个音乐真的 但是剪完也很长 我 芋头长太快了 像我套过以后就长很慢 我妈妈太多太长 好烦 我也 啊 剪了好久啊 太厚了 就是一挫的量 好短啊 怎么不短 还好啦 也不会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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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完美惨的沫 Corin 完了 oh my god but itat ok 有悲壮的感觉 妈妈好短 剪那么多短 What the hell 剪了这么多 她心里有点碎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也不想剪那么短的 没头绳就剪那么短 不过我比较喜欢这种短发 Oh my god 这是我最猛的一次 不对 我原来剪过这里 更短 没什么 就这样吧 我消化一下 没事 好的 我要去洗澡 拜拜 想早上吃这些东西 就比较养贵 像我妈来了 每天早上都是七八点 总久起床 然后这个是 小咸菜里面放了 老干妈 吃早饭 出发去南京啦 两日游 Go 我们先素颜过去 然后到了酒店之后 再化妆 再出去玩 出发 到了 本来我们订的是双床房 是大床房或双床房 结果只剩一张大床房 今天我们得三个人挨着睡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南京居然有31度 看外面的风景如何 我住是67楼 越晒 所以打算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在附近走一走 我老妈已经在休息了 刚刚睡了一觉 然后洗了个头 打算去这样出门 第一天一般怎么舒服怎么来 然后现在准备去出门觅食 Go 嗨 早上好 面圆气满满 准备开始玩 这个好像起来跟猪鼠一样 没想到昨天这个大床 三个人都很好睡 所以最爱睡得很好 洗漱完了 现在准备涂一个防晒 再下去吃个早饭 去吃早饭 现在开始化妆吧 给你看这个包包 好喜欢 就上次美宝莲参加那个活动 他们送的 我跟你说 我现在刚刚才看了我今天啊 我们要去南京去哪里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攻略的人 然后姐姐他这次就交给我了 还好前面看了几个南京 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好像去那个叫什么地方 老门东 还有 还有那个南京博物院 他们说不要去博物馆 他说博物院好玩 然后这次用那个Mac的这个气垫 这个4号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偏白 眼影盘我出门戴的是这个 你拿去吧 那个ELF的这一盘 这个在我视频里出现很多次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盘 因为这里面还有修容色嘛 基本上就不用带什么修容色 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颜色也很这种 春天啊秋天的感觉 就总之就很喜欢这一盘 颜色呢 基本上就用这几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 出发 带来的是美宝莲这个袋子 好喜欢哦 卷了一个小卷 我也是 出发 嗨 嗨 嗨 今天南京其实有点冷的 还要我今天穿了一个外套 好的 我妈纠正了一下 今天是有点 有点爽 有点凉爽 这个天气出来完全是太爽了 天气太舒服了 把这个光 然后就脸照成这个样子 我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 因为我这个包反光 反到我脸上 到了南京博物院 感觉好多人啊 天呐 人太多 你看这队排的 这么多 我们俩打算放弃了 这排队的要排N9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看 我们准备等一下去转站了 这个是梅花糕吧 几杯几杯 年糕的味道 很甜的 你怎么这么一味道 刚刚吃到这里面也很好吃 里面有那个豆沙 很软 里面很软 这个一定要吃 我们现在来到那个老门东 嘿小姐 What up What up bro 你觉得南京好玩吗 哪有点比较吸引你呢 我一定要说的话 可能是先在那边吃以后比较好 好的 谢谢你的餐饮房 嘿小杨同志 我的 我的 是卖票 小杨买票的 买车票的 小杨修买的卖票 果然美女 连坐着都是美的 来点feel 果然敬名摩的饭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 太累了 让我们回酒店准备睡一会儿 真的 在国企里面选择出游 简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到处都是人 一觉醒来 发现旅游才是最累的 最累的一件事情 现在带你们去看夜景好了 就是绿地周姬这个酒店 它这个楼层还蛮好看的 带你们看看南京的夜景 风景还不错了 就是有点冷 你的发型可以整理一下好吗 你们说 懂我们的人知道我们就叫不可爱 不懂我们的人叫 就叫我坐坐 但是这样说 你不配等我的可爱 请问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们的贵妇姐姐现在要去做十八了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去battle 去做一个十八 go 现在的话就不好录了 because 886 加了点餐 点了一份这个 虾仁炒饭 78的虾仁炒饭 还有一份十令蔬菜 还有一份南京牛肉面 那我尝一下味道好不好吃 这就是传说中很辣的那份牛肉面 还有十令蔬菜 拜拜 虾仁很新鲜 米饭有点硬 味道一汪汪汪 尝一下这个 牛肉面 像我们这种重口味 尝一下这个牛肉面 这个牛肉面是超辣的 它可以放浪酒 就原汁原味它这个挺好吃的牛肉面 味道很重 你这看吗 吃完这顿饭我们就要回家去咯 拜拜 嗨 我们又到家了 今天主要是聊聊这一次旅行的感受 我的感受两个字 好嘞 你的感受是什么 还行凑合 还行凑合 真的听我一句劝 假如你想真的好好玩这个地方 千万别放这种长甲的时候去 除了人就是人 本来想去南京博物 因为哪里去逛逛我 我上午去估计排队我要下午才能到 就导致 然后这次也没有给自己放很长的甲 然后就完全不是很爽 然后呢 像我们自己口味是比较偏重的 然后南京的口味偏淡一点点 其实 吃的没有很爽 所以有很多 吃的还没有来得及体验 希望以后 淡季的时候能再去感受一次 但是还好呢 主要是 跟老妈呀 哎呀我们几个人去放松放松 但是我觉得这次放松比我平时在家还要累 现在好好收心去 那个什么 哦工作了 然后也比较憔悴 哦这次在南京遇到了 几位小吻子呢 这次的Vlog会不会很无聊 其实之前我想拍的有趣一点 但是实在是行程有点无聊 所以可能会拍的比较有点无聊 但是还是 只要是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会比较开心 所以呢 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啊好朋友啊去玩啊是挺好的 对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话要这样 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情不自禁 就懂我的人知道我的幽默 不懂我的人 对不懂我的人觉得我做做 那ok fine 你觉得我做做就觉得我做做好了 反正有人懂我就可以了 好了我要收一点 好吧那么这次的Vlog就到这了 拜拜 好憔悴我要去洗个澡满血复活 你看这最后面的糖是谁 小姐那里 哦好的 对明天我老妈也要回家了 生活保障又走了 生活保障又走了 oh my god 明天早上老妈要走给我们做超